很多民眾搭著遊覽車 皆能減嘆回娘家 64位演藝人員 以首語闡述 無量一金說法品 在這幾乎是年長者的團隊中 年輕的李婷怡格外亮眼 磨練舞的耐心 而且也會比較有禮貌 因為總是要跟他們對話之類的 也會從他們的言行當中 學到一些道理 像長輩學習的還有這位 鄭德福 看他每次都做完環保 雖然是滿身的大汗 但是他都還是笑咪咪的 就讓我感到好奇 我就想說去實際的了解 跟著媽媽一起做環保 也成為此季之公 用行善作為傳家寶 透過這場歲末祝福 希望這份傳家寶 還能拓展成社區之寶 更多民眾一起來行善 成長自己的慧命 帶來新聞 鄭山美志公 張英芬 洪文斌 鄭嘉欣 嘉義報導 其他國際焦點看到的是秘魯著名的